一人之下,漫画第622话的预告更新,你到底想干什么? 在上一话中,罗恩在走投无路之际请求盖德支援,盖德建议他现在找艾德蒙谈谈,不是被信摩斯对的DC,是以私人名义谈,虽然大家都是一个家族,但你们的关系更近,尽量放低姿态。 在本话的预告中,讨战人艾德蒙和罗恩的关系浮出了水面,有人就通过红鼻子给你留下了一个号码,想谈谈,红鼻子,能这个时候联系到我这混蛋真有一套,你一定想不到这是谁的号码。 艾德蒙否定了这一点,因为他早就想到了,他和对面的人通话,距离上次通话已经多久了,老哥,罗恩大声质问艾德蒙,你到底想干什么? 艾德蒙反问道,我们在做的事,你不是正在看着吗?这里提到的红鼻子应该就是盖德了,想不到讨战人和罗恩是兄弟关系。 神秘人杀死了被信摩斯的士兵,是一击毙命拿的是匕首,这人应该不是古鸡亭,最大的可能就是巴伦了,都用匕首。 好了,本期视频到这里也就结束了,喜欢的朋友欢迎关注转发收藏加点赞,我们下期再见。